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的频道 我是谷歌 一周走完了 本周可谓是步步惊心 美股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那美股下周会崩盘吗 因为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硅谷银行的倒闭是一个开始还是一个终结呢 周六的上午我们会上传美股周复盘 以及下周预测的视频 如果说你希望能够每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点一下订阅 订阅频道更多好料 目前鲍威尔的烦恼是你绝对不知道的 因为就在鲍威尔要准备加大加息力度的时候 出现了硅谷银行倒闭的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既可能引爆银行股倒闭的导火索 那在本次议席会议 鲍威尔应该是会很头痛的 今天呢我们一定会讲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本周财经大事件的回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这些事情又怎么样去影响未来的投资呢 第二个是下周重要的财经大事件 第三个美股周复盘以及下周的预测 那这边呢会涵盖到美股三大股指 以及重要的美股的简单分析 有一点要结束的意思 前边这一次的时候呢 刚好是出现到这个位了 现在也出现到这个位了 是吧 如果在这个位置要反弹的话 也是很好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下离一离一离二不破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是多少点呢 我们可以看看是多少点 这个位置大概是在 三万一千七百九十八 要去注意啊 在短周期来讲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在上周的时候 对吧 因为它没有办法触及到前击高点 这边根本就不是支撑 你看它直接破掉了是吧 直接在这破掉了 你不用在这等了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看 布林线的时候 你看发现它刚好探了一下 上轨就下去了 一般上轨的话 对于股价 它的阻力是比较大的 前面一周我们也画过这个图 你看它也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所以有时候你说技术分析它零还是不零 技术分析快还是不快 这个风暴 这个下跌 我们上周是不是有跟你提示啊 我们先从它的周线来看 其实上一个节目的话 我们也谈到了 关于三的这个规则是吧 也就是它下跌三周以后呢 容易出现反弹 对吧 然后比如这边是吧 截止到本周呢 它已经是下跌到了第三周 从下面的MT指标来看 还是属于金差的情况 所以暂时我们还是短线来讲是否有机会 我们前面提醒大家要看布林线的中轨是吧 171 昨天的收盘就收在了173 最低168 说明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 下一周如果收一个阳线 代表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下周一旦收了阴线呢 就新的下跌就开始了 对吧 下周收阳线之后最好能够突破这个186 也就是这个本周阴线的一半 代表多方开始取胜 对吧 如果说少于阴珠一半186呢 代表还可能是个反弹 后边接着往下走 对吧 然后昨天我们的视频分析呢 也是分析到了 股价在前边的每天都是低开低走的 那如果说周五的话出现了平开 或者说高开 对吧 没有在收阴线 就是很好的事情 实际上它是个阳线 对吧 实际上周五的收盘173 周四是172 实际上是个阳线 但只不过它是个假阴线 是吧 实际上是个真阳线 但是它并没有突破阴烛一半 也就是176 刚才差不多 我们在日线范围也是要看这个一半 同样下礼拜一呢 也是要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这个 176美元这个蜡烛一半的位置 如果能突破的话 就是最好的事情 现在它已经是一个下降趋势 然后从MSE指标来看 其实已经是回到零周以下了 对吧 所以说代表它下降的趋势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们从布林线角度来看 它也已经处在下降趋势当中 对吧 下轨和中轨都已经转下了 未来反弹的时候呢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阴烛一半 是吧 我们也可以看这个中轨 因为你看这次中轨就没过 是吧 下一次中轨过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 从最近的成交来看呢 交易量是有不断放大的 是吧 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下一周呢 就是要看是否会反弹 是吧 下周如果也没有反弹的话 代表非常弱 对不对 就是要注意 因为上一个节目 我们有谈到现在马斯克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来自于全球车企的一种降价带来的一种压力 对吧 对于整个特斯拉来讲可能也会存在着很大的一种竞争 目前还算非常强势的芯片股是吧 一个是AMD 这个上周的话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对吧 然后我们先从整体上的趋势线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画这么一个图啊 其实它已经不再是下降趋势对吧 然后从这边来看呢 已经是走出了上升的通道对吧 只是说目前上升通道 这边走势有一点变弱了是吧 那未来我们依然需要看上轨到线 92块9毛钱这个位置的阻力位 是不是 从周线来看 它本周走完之后呢 红线已经上传零轴了 但是黄线还没有上传零轴 是吧 然后基于前面高点 比如说下周我们要关注的阻力位呢 是在前期高点的位置 前期高点就是这个最高价是88 对吧 本周最高到了87 没有过到 从不灵线角度来看 它是有进步的 为什么说有进步呢 因为你看前边呢就是 过中轨又回来 过中轨又回来是吧 前面回来之后都创了新低 这次上中轨回来没有创新低 这次甚至还破掉上轨了 回来之后连中轨都没有看到 代表的是走强了的对吧 所以说接下来如果能创新高 能够持续震荡在上轨线之上 那就是好事对吧 所以说下周我们也要注意 这个上轨线的位置 90美元是吧 如果能够到达这个位置 那就要短线要注意了是吧 然后从日线这边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 日线图这一面呢 就怎么看呢 你可以这样画是吧 其实也是已经过了下轨趋势线 然后从近期的角度来看 就是平行画过来 也就是在88美元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强的阻力 在本周四的时候是最高涨到了87.8.1 没过 是吧 接下来就调下来了 然后从MAC指标来看的就已经是在零周以上 当然这个零周以上目前是非常弱 尤其是红线是吧 开始有点转下的意思 然后从固定线角度来看 还是在牛道里边 所以说下里边一要注意这个中轨81是吧 如果没有跌破就是好事 当然向上的空间也不大是吧 所以接下来如果沿着这个牛道往上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下跌的时候 它可以跌是吧 就是不要破掉下轨还可以 第二个我们看一看英伟达 这个股呢 近期走势是非常强势的 基于其他的科技股来讲 它算是非常强势的一个 但是从它的月线角度来看是吧 是2121的模型 所以说本月容易收阴线是吧 从周线这边来看 本周是调整的 如果说我们给它画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画一下也是到了上轨是吧 容易会撤 从MAC的角度来看是在零周以上的对吧 然后基于它的整体下其实也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看一看 布林线 布林线这边还是在牛道里边 是吧 然后接下来如果回撤 没有破掉中轨还可以的 203的位置 从日线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日线上从它上次业绩报的很好之后 其实是没有再创新高的 前面我们可以认为它这边炒的就是这个业绩 业绩炒完之后呢 开始震荡了是吧 所以有一点转弱的意思 尤其是从MAC指标来看 你发现就非常弱是吧 如果下周还不创新高就不好玩了 它已经在周五的跌破零轴了 所以说下一周一面临着下轨是吧 下轨的位置是225 不要跌破就还行 跌破了就容易走向趋势了 这个可以参考特斯拉是吧 特斯拉之前很强 后边转为震荡航拜 然后再往后边转为下跌了 这个是本周我们的美股的复盘内容 如果说你还想看什么样的个股 可以留言给我们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分析您的股票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就点赞留言和分享 不想错过每周的周复盘的内容呢 也就是要点一个订阅 我们天都会有给大家去上传新的内容 每周的周复盘内容呢 是礼拜六早上 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周复盘的内容 一定要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是谷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